下面出场的是我们的痘痘队 他们的搭档是 全国职业拉丁舞冠军 侯瑶 庄婷 有期 哇 来 舞台交给他们 一句话介绍你们本轮的作品 谢谢你 一路以来和我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 我都谢谢 谢谢 痛满这套 打疼 加油 加油 音乐 各位先生 欢迎来到 姚婷练艺小剧场 马上抽取 今晚的幸运观众 幸运而诞生 Ari Show Talk Love makes me treat you The way that I do D baby ain't I good to be Now there's nothing in this world T The way that we You You 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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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原议 我原议 新婚快乐 好的 四位队长还有大士兰 沈渊现在可以开始打分了 现场一百位评委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 请投出你们手上的绿色毛巾 三 二 一 来 工作人员上台几票 哇 真是太幸福了 整个的前奏是非常好的 两边在学习 中间在展示的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过来人 在向未来的新人的一个感觉 然后到两个时间就OK 哎你们的时间到了 然后呢 然后他们呢 哎踩到脚了 DodoとYukiちゃんのストーリーは本当にストーリーが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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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続いて 一番最初からこのシーズン5を見ている人からすると この作品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楽し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で私も本当に楽しんですごい可愛い2人で 最驚奇的点就应该是他们的 feeling 的一个融合 Lucky 五種的一種グループ的律動 拉丁偶尖挺前的那种 inside 的感觉的融合 我觉得很好 Lucky 他跟国標是天然有契合感的 今年我觉得Dodo和Yuki延续了这种契合度 整个作品还是蛮有趣的 我也投了我的票 我是有给毛巾 因为它的整个故事线是非常明确且清晰 而且中间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Dodo准备掏出来戒指想要告白的时候 Yuki先递了这个戒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就很有巧思的一个细节 女和男重婚的那个反串 加上他们后来有一个反场 再上来换了新的那个结婚的衣服 好 那是两个亮点 还不错 然后感谢我们的半舞老师 现在可以下场休息了 谢谢 我们可以稍微往后退一点 两位新人也可以往后退一点 对 好 我们还是要先问问Dodo和Yuki 怎么会想到编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其实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 是姚哥和婷姐的求婚现场 我们是运用拉丁和Laking的一个融合 还原了当时姚哥向婷姐求婚的一个现场 哦 哦 听听司律队长看完之后的感受如何 从过来人开始 来 庚哥 什么 过来人 但确实我跟我太太在婚礼跳舞的时候 跳到拉丁 所以他们上来之后 我突然就觉得又欢快 完融合的也很棒 我觉得这特别好的一个编排 突然一下回忆就起来了 通过别人的幸福 也想到了自己曾经幸福的场面 但这个豆豆确实从这一季 从谈恋爱一直到现在 这速度太快了 这太快了 其实自从我们有投票以来 其实在场下有三场都来过的人 哦 是吗 对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三场都来过的大哥 我就知道他们要结婚 我就说这一季下来 把我三十多年的事全干了 他们就是三期的FM 我每次看豆豆和Yuki的作品 都会觉得好像他们每一次的那个结果 都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对 因为在作品里面都特别投入 所以先祝福两位新人 我觉得拉丁舞和Larkin 这两个舞种配合在一起 非常有互补的感觉 整个画面性 拉丁的那种干脆和那个Jer 和Larkin的那种柔软性 但是也有那种干净的动作配合起来 整个画面我是很喜欢 两位舞者 哇 太帅了 力量一拿出来 跟豆豆和Yuki的Larkin的氛围 虽然是两个不一样 但是同一个抓住那个timing的时候 我觉得是给出的感染力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谢谢 一波 我觉得很好 就是融合的很好 但我觉得在后面的那个舞台上的舞蹈部分少了点 太着急的下来了 就可能说在舞台上不是你们擅长的领域 然后下来跳你们擅长的领域 跳Larkin什么的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再下来的晚一点 在舞台上展现的更多的话会更好 就是你想想 如果那一束光打在的是后面的那个舞台 然后再下来一个狂欢 是可能就会更精彩一点 我觉得 谢谢 谢谢 当然现在也也非常的好 童谣庄庭两位老师啊 你跟他们合作当中啊 你们是怎么感觉的呢 他们 我觉得特别奇妙 是因为我感觉他们特别有爱 但是呢是怎么交流的呢 因为豆豆的英文不是特别好 然后女生呢又不会说中文 然后呢 但是每一次我们在说一个动作的时候 豆豆说好 ok ok 然后他就说那我跟Yuki说一声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然后Yuki就啊 这个默契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 没有没有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 我在 说吧 我说说说说没关系 其实因为我 我在来到这阶之前 我就知道Yuki 因为看了他很多很多的视频 就他其实特别特别的强 因为Locker的创始人 在离开之前授予了他 这个 Princess Campbell Lock的名字 这次来到这阶以后 就第一次见面是 当时大家在录那个开场秀 就大家都在一起聊天 都在搜秀 但是只有Yuki一个人 他坐在当时那个布景的台阶上 他一个人也没有说话 就特别安静 然后就形成那种反差 然后再到后来 是我和他决定做那个 二对二的搭档 然后在之后就进行了 很多舞蹈商的交流 然后就发现 我们俩其实 无论是舞蹈风格 还是舞蹈的音乐性 其实都特别的相似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 他认可了我的舞蹈 这个是我特别没有想到的 因为其实虽然我是我师父教出来的 一直以来都是我师父带我 但是其实我有想过 去开拓自己的一些舞蹈路线 去做一些自己的风格 这个过程其实我自己不太坚定 不自信 但是这次认识了Yuki以后 他就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所以他让我坚定下来 去做自己的风格 谢谢 今堂堂が言った通り 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って 二人で一杯作品作って 行くたびに 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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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ことが 堂堂のダンスだったりとか 人としてもすごく優しかったりとかして 今本当にどんどんどんのことが 人としてもダンスも どっちも大好きです 我人男人的工作 很贤任 を持っていて 我从19 Mol心里長 也认为我一辈子 心中突然而学习了 都是让我续乱人所 随着过来 我练习了 所以 No you can't 10分 You can't No I can't You can't I have to No 但是我真的 cruc看過这种姿 我认识到图图的可爱 我想那种creas 我以为是能够出现了丹作者 我没有想过在这里认识Yuki 而且她能够给了我那么多力量和底气 这种相互激励我觉得 这是第一次 和Yuki交流的时候 有了很多的 其实对于Laking本身的一种 启发 甚至从最基础的 基本功的动作开发 都给了我很多的 新的idea 7 8 2 3 4 5 真的就很感动 好的 那么感谢他们带来的精彩的舞台 谢谢 两组的跨五种作品 都已经展示完毕了 现在为大家公布 豆豆Yuki的分数 王一波队长 93分 韩庚队长 98分 刘雨昕队长 90分 李承炫队长 90分 大师团评分 270分 现场评审投票 98票 最终分数为 729票 最终分数 让我们恭喜Kuka Karton 王一波队长 100分 刘雨昕队长 97分 韩庚队长 100分 李承炫队长 97分 大师团评分 286.5分 现场评审投票 96票 最终分数 最终分数 776.5分 让我们恭喜 Kuka Karton 豆豆Yuki 但是先去网休息区休息 有请队长 为他们赋予橙色毛巾 恭喜你们 成功晋级总决赛 恭喜 恭喜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艺人给一句总决赛的寄语吧 希望总决赛还能再看到 不一样更精彩的东西 每一次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对你们俩 我也很期待 你们的总决赛的 很棒的作品 保持好休息 然后继续拼 《Battle for Hope》 加油 谢谢 我更偏向于 Kuka跟Karton 他们两个 跳了很多舞种 包括 Top Dance Tita 包括一些AFO Sasa 很多他们融在一起 但是 他转换舞种起来 就好像无缝连接一样 融合得很好 Karton和Kuka这一组 这个舞 每一段都会给我一个炸点 不但有技术 有感染力 然后有融合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整体的节目 然后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感染力 渲染力 包括炸裂的感觉都很好